生活總是忙碌 莫名操勞奔波 照照鏡子 發現自己怎麼眼睛旁有餘尾紋 或是額頭上有一條條抬頭紋嗎 這些紋路驚爆可能都是勞碌命的來源 無大勞碌面向如今 全曝光 一張圖竟能看出為何命帶三分勞 網路流傳 額頭上有抬頭紋 會是年輕勞碌 臥殘處有雜紋 萬年勞碌 因為子女運查 眉毛短不超過眼睛的話 會是為錢財操勞 眼角下垂 工作辛勞 餘尾紋多 婚後總為另一半勞碌 真的是這樣嗎 兒童就很多事情要忙 年輕忙 餘尾紋結婚之後 柴米油鹽醬醋茶 不只民眾有同感 演藝圈大咖 男神彭于晏以及軟津天 額頭上都有又深又長的抬頭紋 兩人也不約而同 都是年輕爆紅 相當忙碌 從面相看勞碌背後又有什麼道理 額頭的部分它在面相裡頭所代表的 就是人生的少年階段 餘尾紋這個地方 它是面相裡頭的夫妻公 太多紋的話 她的勞碌是在於婚姻這個層面 五大勞碌面相引爆熱議 比對這些特徵的同時 也別過度迷信 畢竟三婚替主定 還是愛譚 佔贏 記者黃一俊 黃玉蘭 台北參謀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